王勇在辞世 而他这一走是牵动了台塑王朝的版图跟领导体系 因为王文渊有意要将台塑的经营模式改变一下 从现在的王家二代跟老陈共治 改走向了专业经理人经营的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据传最快应该会在2015年 也就是明年就可以看到了 11月9号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举枪 领着台塑上千名员工开跑 但万万没想到两周后 他的父亲也就是台塑王勇在27号宣告辞世 这也象征王文渊即将全面接掌台塑集团 在董事会面通过以前我都不便说明 王文渊一句不便说明 其实为明年交棒留下伏笔 事实上王勇在生前拥有台塑27万张 南亚42万张与台化41万张等股票 如果计算三宝股票的价值就高达749余亿元 扣除半数配偶遗产请求权后 王勇在遗产仍超过300亿 预估将要缴交30亿元的税金 不过27号台塑试保的股价 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维持平盘 对于台塑一直以来 他都把它认定为所谓的定存概念股 但是我们看到像以1301的台塑为例 他从2012年之后 现金殖利率就从来没有再超过2% 没有超过3% 此外王勇在辞世后 他兼任的长根董做职务 将由王文渊接任 只是这个长根位置很敏感 有人形容长根如同台塑集团 总账房的关键角色 所以长根基金会董事会 也将掀起家族角力战 画了不友善的态度 甚至国际的一些经营的压力 加剧的情况之下 我们相信将经营权跟所有权分开 对台塑来讲 应该才可以走出一个更好的一条路出来 董事角力战外 台塑王朝甚至有重大转变 未来恐怕台塑要进入老陈跟专业经理人的共治年代 王勇清跟王勇在所处成的 所谓大家长式的一种领导的一个形式 但是到了2006年之后 开始进入到王家二代 跟所谓的老陈共治的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 因为年营收超过一兆九千亿的台塑集团 过去的管理决策权都握在行政中心 也就是七人小组手中 如今变成九人小组 成员分别是王文渊 王瑞华 王瑞瑜 王文潮 还有创业时期到现在的专业经理人李志村等 这些人负责台塑的重大决策 对外则由长庚基金会持续买进 台塑集团的股票 逐起肩不可破的经营权护城河 到了2015年之后将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经营权跟所有权 彻底分开的一个所谓的经营的一个面貌 如今随着王永在辞世 也宣告台塑走过六十年头后 也将进入全新世代轮替 更意味着没有王永庆跟王永在的台塑 怎么再创台塑下一个六十年光彩 恐怕将是台塑王朝的最大挑战 东森财经书综合报道